新北市教育局日前在三明高中举办新北市国中小模拟联合国会议 共有17所的学校大约有250位的学生 代表47个国家的立场探讨包括有核废料、海洋垃圾等议题 新北市模拟联合国会议课程计划已经迈入第6年 今年共有17所学校大约250位学生参加 孙生代表各国就核废料以及海洋垃圾议题提出见解 参加某联可以代表各国的外交官来阐述不同的立场 也可以来就是训练自己的发表能力 然后在撰写立场文件的时候 也可以训练在长篇大论里面可以把一些精华浓缩成立场文件 然后我也觉得在上台前的紧张感也是 我觉得很喜欢 今天代表国家是印尼 印尼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他们是鼓励的 跟其他国家都是惩罚的发钱的不太一样 他们是提出了垃圾银行 让就是因为开发中国家民众不是那么的富有 靠减回收然后将卖回收的钱 存到垃圾银行里面的存折里面 然后增加民众的薪水 然后可以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参与学生为了能充分代表各国立场 在模拟会议中发表看法 事前都花了很多时间搜寻资料 而透过模拟会议的讨论 也对议题有更多的了解 参加本次模拟我最大的收获是 去让我能够勇敢的去发表自己的想法 跟别的国家代表去交涉去辩论 得到一个较好的一个协商的答案 今年活动也特别培训了34名的高中生 担任会议中英文主席团 以及大会主持人的工作 希望透过高中学长节的大手牵小手 带领国中小学生进行活动 记者沈仲林景瑜 如舟采访报导